立法院今天排选选查劳机法修建草案 委员会内蓝绿阵营爆发冲突 场外则是有劳工团体缤纷多路抗议 他们不满 民进党政府主张的周休二月版本将取消七天国定假 该以增加特休假来取代 而劳工团体呢 在立法院外头丢机当抗议之外 也有部分的人士 前往总统蔡英文位于敦化南路二段的住处抗议 拍打总统蔡英文坐车 让大批警察赶紧阻挡 不满蔡英文要求党内派案通过 砍掉劳工七天国定假日 劳工团体一早集结在总统蔡英文敦化南路家门口 还企图要冲进大楼内 警方逐成人墙阻挡现场一度造成推积 蔡英文说他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我们好好来沟通 结果没有 我们看到 他们是跟资方好好的沟通 工作一整年 就因为民进党 亲戚之方 就因为蔡英文坚持砍价 连任何商圈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今天的进行 比黑箱还要跟黑箱 劳基法一例一休修正草案 上演立院初审大战 不仅蓝绿立委厂内工房 厂外同样战况激烈 劳团转往立院外 持续抗议行动 但一得知一例一休 初审通过 劳工团体再也难忍气愤 轮番吊挂在三尺高的银架上 双脚悬空 象征工人休假 权益命悬一线 手上还拿着布条抗议 大批劳团不断聚集在立院外 代表公民劳联合是命悬一线 所以只要掉了十几分钟以上 小就开始麻痹 而今天工人的权益 被民党砍到越来越麻痹 我们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持统利益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 同批蔡英文丢出一堆 特休补偿权只是骗术 根本拿全国九百万劳工权益开玩笑 越说越气愤 劳工团体更一路游行到立法院门口 持续抗争行动 手上拿着鸡蛋就往立法院门口丢 这一丢也丢出劳工团体们 对于以利益休闯关 但将删除七天国定假日的最强烈怒吼 欢迎讯论赖尾范 吕佳恒 台北报导